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肩脾后仗或者素仗 第六个 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做一个披露启发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正在你身上做一个披露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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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辄的动力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三股金刚术一 压着这个坐笔以后的话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肆气 出三肆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肆气 这个坐树就是做那个金刚拳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着这个右鼻 从坐笔孔当中出三肆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就是以贪心为主的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这个三肆气 双速度坐金刚拳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这个三肆气 出三肆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视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肆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祖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欲言呢 也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将写 这种所有的信啊 老大地雲伸鑰得更数 正在任何应用书 在尋早进口 你不用撂了 瞧着开门 老天出口 老天主 明徒大地雲伸鲰得咩 老天主 视频 9 80 6 nodig 小胸口 100 7d 1917 3d 19 11 12季HHHHHH alluded to nd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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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说》里面讲了27种非法的行为 当我们遇到这27种非法的行为的时候 应该将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 自己是像一棵大树一样 入入不动的 不要前往非法的道路 应该尽量地制止自己的恶行 所以我们前面就是谈行 谈生的时候 应该如数而安住 前面再继续宣说 他这里呢 每一个这种烦恶的后面都应该叫如数而安住 如数而安住 首先我们看一下 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用正知正念来观察自己的相续 这个时候不能产生调取 调取的之心 所谓的调取实际上是 心往外散的一种心说 一种睡眠烦恼 那么从身体上也可以调取吧 比如说我们身体一点控制都没有 经常遥遥遥遥遥 或者是动本细跑等等 有些人的身体 一刹那也是无法安住的 这种心态叫做调取 生调取 然后调取的话 语言一点也没有控制 然后想说什么呢 就经常胡说八道 就经常说一些长短是非等等 这种语言 实际上也叫做愚调取 当然这个心调取 大家都知道浑尘的离品 浑尘的违品 应该说是心往外散漫的这种心态 所以当我们身口愚 处于这样的无自在的 不能灭住的情况下 也不能随烦恼而行 应该如说而安住的意思 然后让我们产生 对别人恶行 然后继续讽刺 侮辱他 诽谤他 侵辱他 一直说一些不好的语言 来刺激别人的时候 也我们的行为 以如说而安住 然后我们自相续当中 生起傲慢心的时候 也应该如说而安住 再次我来语言 感谢六 都没有 咱们再次不听 今天就完结了 今天就完结了 突然的 就完结了 分离 看 我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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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傲慢 按照相关论典当中来讲 有七种慢 首先是叫傲慢 这个傲慢对下等的众生 观待下等的众生而认为是我 我很了不起这样来认为 叫做傲慢 然后第二个叫做过慢 所谓的过慢就是对自己平起平坐的人 相等的人 对着相等的人 或者观待相等的人认为是 我已经超过了他 如何如何 这样生起慢性 叫做过慢 第三个叫慢过慢 所谓的慢过慢就是对上等的人功德 比自己超胜的这些人 观待这样的人面前认为是自己已经超胜他 然后第四个叫做我慢 什么叫做我慢呢 我们的无语本来都不是我 让人们所有的众生都执着为是我的话 这叫做我慢 然后第五个叫做尊上慢 什么叫做尊上慢呢 本来自相续当中是没有得到 罗汉的功德 或者圣者的功德 没有神通神变 但自己真正认为是我 已经获得了什么什么的功德 然后第六个 第六个叫做悲慢 这种自悲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觉得 对下面的人来讲 还是算是高一点 但是对上面的人来讲 我还是很下等的 不过我对下面的人看起来 比较起来 我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有一种 这种傲慢 对上面虽然比不上的 但是对下等人看起来的时候 我非常不错的 这个跟刚才前面的傲慢 有一点差别 因为前面的傲慢 他没有观待上方 这是对下面的人而言 我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悲慢和傲慢之间 有这个差别 然后还有第七个 也叫做邪慢 邪见的邪 所谓的邪慢就是自己 本来自相续当中有的力量 是一种颠倒的 但是他自己认为是功德的 这过失当作为功德 而生起安心 这叫做傲慢 这叫做邪慢 所以我们傲慢就是分七种 傲慢在自相续当中产生 就像古达德所讲的那样 如果具有傲慢的 相续的善定上 不可能存留智慧功德的水 所以我们自相续 经常也应该观察 如果你产生一个傲慢的心态的时候 应该如说而安住 不要让他再继续生 如果继续生 那么你相续当中有了傲慢以后 再也不可能学一些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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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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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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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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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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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过后 下面讲的是《教经》 所谓的 我们平时也叫做《骄傲》 那么教与慢之间的差别 所谓的慢观带他人 自相续当中生起了傲慢性 从身体和语言当中 也是表现出来 外面可以露出来 就是他的傲慢的心态 是这样的 而所谓的《教经》 《教》不在外面露出来 只不过是他自己 我是认为如何如何 他自己心里面 有一种得意洋洋的心态 这叫做《教》 所以它们之间的差别 我们学过《俱世论》的人 都应该会清楚的 那么《教经》 也有分几种的 比如说中心教 中心教的话 我这个中心很好 国王中心的 我是高贵族 或者我的父亲是领导 我的母亲是如何如何 这样自己认为是非常了不起 自己心里面 总是有一种骄傲之情 这也是不太好的 还有一种叫做《相貌教》 就是他自己容貌 哎 今天我们这个团体当中 我可能是最好看的 我再好好打扮的话 可能你看 我们这里十几个人当中 哪有我这样长得漂亮的人啊 就这样自相续当中 有这种心态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骄傲 然后有些人从广文剥削方面 哎 这一个团体当中 可能我的辩论也不错 口才也不错 你看我学的背诵也说 我背的三部论典 他背的两部论典 那个人背的一部论典 应该是我是教教者啊 这个里面 不说是别的 这个版里面我应该是第一 我还是非常了不起啊 虚里面这样认为 这是广文剥削方面的骄傲 然后财富之教 我的财产很富裕的 我财富方面谁也比不上我啊 就这样认为 这是财富方面的 还有权势 我还是很了不起 我有这方面的权势 权力 这样认为 这是权势方面 权势教 然后还有五病教 五病教 你看我们这个团体当中 我的身体是多好啊 身体方面 我应该说是很不错的 这样 这也是五病教 还有就是教一些艺术教 比如说我技术方面 艺术方面 我还是很不错的 我会电脑 我会画画 我会设计 我会建筑 其他人都不会 我有这个特征 同时有些人还觉得 我现在如何是很年轻啊 我清潮美满 我如何如何 别人全是老年人啊 老太太 老公公 他们好像很可怜的 我现在这个精神 我的身材各方面很不错 这叫做是少话教 谢谢大家 欢迎今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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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应该平时要观察自己很重要 作为一个凡夫人的话 自己稍微有一点特长的时候 哎 这个问题上面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从自己的说话 言行举止各方面表现出自我的一种宣扬 所以这些问题应该详细地观察 如果你要产生这样的恶念的时候 大家尽量地置之 像如数而安住 然后或者想评论他人 当然所谓的评论他人 比如说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 如果好心好意来指点别人的错误 这一点也是开许的 如果有一些上师 历代的高僧大德上师的传记当中也是 上师以利他的心来对弟子的不如法的行为 进行呵斥 批评 这一点是开许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密意和必要 而互相 人临人之间说一些断除 或者说他揭露一些过失 当这种行为不太好的 平时我们对人应该是看他的功德 不应该 始终都是看错误的 如果始终都是把别人看的一些错误 说明自详细的应该是不清净的 或者像一些虚伪的 或者说一些欺骗的手段 有一些虚伪和狭诈的手段 想欺骗一些众生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也应该如说而安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下面就是说 或者自己想断叹自己 一直想赞叹自己 现在赞叹自己的方法 也是非常多的 有时候自己根本没有功德 在别人面前说 我是如何如何宣讲功德 大家人他有他的赞叹方式 出家人有出家人赞叹的方式 其实我们真正的佛教徒 自己如果真的有功德的时候 不需要赞叹 别人自然而然会了知 如果想诋毁别人 诽谤别人 那种情况的时候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也应该如说而安住 以前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也是这样讲 包括我们寺院当中 除了一些官家不得不管理 在管理的过程当中 正顿纪律 了解别人的情况 这一点是有必要的 除此之外 其他的人每天说话的时候 啊 这个清净啊 这个不清净啊 这个如何如何 包括居士在内的话 最好也没有必要评论一些 出家人的过失啊 这个是不清净 这个是不清净 这样说了以后 自己造业 没有必要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观察自己的这种语言 看我今天要准备 要诽谤这个人的时候 就尽量的不要说了 哎呀 我现在就不要造业了 我不说也可以 说也可以 尽量不说了 然后就开始如说而安住 不要诋毁别人 不要诽谤的意思 还有讲粗语 讲恶语 比如说所谓的恶语 就是平时我们别人取一些恶名 取一些外号 然后说一些过失等等 这些也包括在恶语当中 或者说有一些离间语 说了一些 两个人比较和和 然后我们说离间语 上师与弟子之间 原来《前行》里面不是讲的吧 上师与弟子之间 如果说离间语 比无无间罪还严重 这种过失非常大 然后我们金刚道友与金刚道友之间 也说一些离间语 是非常不合的 因此大家在不管是居士之间 还是出家人之间 尽量不要说一些 两色离间语 如果要相说这些话的时候 自己要如说而安住的意思 我算一个人说明了大戏 是想问哪一样 这个人质疑 是写得有大戏 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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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讲这个颂词 我们修行人如果想获得 众人教科称赞的一些名声也好 然后圆满财富的一些利益 他这里财富很丰厚的财产 同时别人非常敬仰恭敬的地位 名为利养 我们平时说 如果你想到这些也好 或者说你要想找到一些仆人 找到一些别人侍奉你 别人恭敬你 要想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一定要如说而安住 以前弘仪大师有一句话也是很好说的是 所谓的饮食 我们的地位 名声这些都是如患如梦 在名养当中没有这个时代的意义 最有意义的什么呢 就是用爱心来对待一切众生 这种功德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想 以前无事希求解脱者 莫为名为利养是福 应该当时是众敦巴尊者 《开启修行》里面应该有这样的 我是希求解脱者 不要以名为利养 束缚者 他每天都是用这句话 来要求自己的 师傅 utilizar»,案子需要解脱者 焦号 Line 就是找到好朋友之一倘的病 当时せ召操壹 Onun出自己的火 消费者 fulfilن六个uchar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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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产生这两个念头 并且心里面 口里面也是准备说这种语言的话 那么一定要放弃这种恶心 入手而安住 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 尤其是大乘修行人来讲最大 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害怕舍弃利他的行为 如果我们舍弃利他的行为的话 那只是我们犯了非常大的戒律 就是按照菩萨戒的戒条当中的话 所有的戒里面就是利他 舍弃利他的戒是最严重的 真正从此以后 凡是利益众生的事情 我就不想了 我自己念一点阿弥陀佛啊 我往生极乐世界就可以了 这种舍弃利他实际上是当然你 往生极乐世界是个好事情 但是你要利他我没办法的 就是我自己解脱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罪业 就像我们以前 去《般若色颂》里面说这样的那样 比犯事根本去还严重的 因此大家如果在因为你的环境 你的一些行为 或者是你旁边的一些人造成 你要想舍弃利他的 产生利他的心的时候 你一定要制止 哦 这个是我一生当中千万不能有 哪怕我死了也可以的 但是舍弃利他的心 我千万不能生起 应该这样想 然后我们一心一意地利益自己 利益自己的亲朋好友 这种念头产生的话 那么在大乘佛教当中 这也是跟毒药一样的 这个性质是非常的可恶 所以我们也尽量地舍弃这种念头 而且我们心里面 这样想完了以后 有时候语言经常说 欲为兴盛 所以有时候我们 经常会产生这样的念头 那么心里面如果你想说的话 千万不要给任何人说 一定要如说安安说 明镜需要您的 brains儿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 audience 那我们有个里面吗 就是那种有绿免学主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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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